歡迎光臨 很開心 很開心 天啊小編這次出問啊 竟然來到日本人嗎 我這樣到了看到超多朋友 都在日本打款超想去 好啦不要哭不要哭 看我身後這一棟 日盛生家賀物呢 讓你不用搭飛機 就有點輕鬆體驗到日本玩的感覺 好可憐 好啦好啦趕快走吧 這回小編去南岸來到 北投日孫生家賀物的夏日祭典 不只住房泡湯 還能享受恍惚自身日本的超級體驗 不能出國沒關係 跟著小編一起打卡去 來告訴我成為日本妹最重要的 怎樣簽喔 妳覺得要這麼膚淺 喔對耶 夏天都穿芸衣 這邊有 等會看就知道 一整排的任你選 那我們現在體驗幾週就是了 對 真的是幾週 Oh my god 欸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芸衣 而且還這麼多件 我沒有可能要這麼多欸 妳這種選擇看男生人要怎麼辦 怎麼辦 所以那哥覺得這兩件哪一件比較好看 妳是不是不懂 這個喔 亂選 對耶妳根本亂選啊 我幹嘛相信妳啊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準備換妝囉 哪一位要先呢 妳 進來我再先 妳是不是先走 欸欸幹什麼 我們要換衣服咧 阿妹 こんにちは 妳要變成日本妹了 就像這個音樂我真的覺得我第一在日本 要成功嗎 好 又不說話 好 不要我們沒有一個影台 我們後面還要等著我們玩的機會 對 穿完玉衣就是要去逛季點囉 喔喔喔 喔 你要拒민 這什麼意思啊 等一下 他怎麼加油 他 你想要站一下 喔喔 哼哼 囉啦 哼嗚 哥我是猿子 果汁的 我要離開了 我要去吃冰果不要理你 這個是吧 除了应景的祭典游戏 下午茶当然也是少不了的 日升升加厚物特别打造纳粮物 供游客小气还能品尝夏日甜点 想要体验日式夏日祭典 不妨就进来一趟北投 还能泡泡温泉度过一个悠闲的假期哟